哈囉大家好,我是浮雲 本次是我第一次投稿這類快評類的作品 還請各位多多指教,多多包涵 也會說得過Q-Luck-Q的驚實揚之 與前者Trigger所製作的泡麵番 用字依舊鮮豔大膽 至於劇情不要太過苛求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這類鮮豔的畫風 以及Q-Luck-Q屋裡頭風軌的 不如花點時間輕輕鬆鬆 看看這部一點也不平凡的 宇舊前景景深意 老媽超帥的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個女生 這是本季我覺得最離譜的片名 現在做到三分之一的集數了 線上遊戲裡沒有一個不是女的 這多離譜 這就像是把Fate Day Night改名成 Fate 雅思王不可能是個女孩一樣離譜你知道嗎 無論畫風劇情都讓我覺得這男都是個泡麵番嗎 總之目前看來並不太合我胃口 期待率是相當之高 我從來都不知道 通靈術具有豐兇的效果 自從我看了 逆轉裁判 一個忠實還原原作 但還原到有點令人害怕的動畫 稍稍來過原作應該會知道 逆轉裁判的風格相當特別 從人物名字造型到個性都很有特色 好比說主角的個性剛好是原來如此的諧音 除此以外也有其他相當有特色的名字 造型不用我多說 個性與表達方式 就是用了相當經典的誇張手法 不過我還是認為 逆轉裁判的遊戲性勝過劇情 如果你喜歡這類誇張的風格 如果你喜歡逆轉裁判 如果你還在卡關 不妨試試這部逆轉裁判 我從未見過如此3D的觀眾啊 人設夠帥能力夠二 這就是中二野犬 這部作品的劇情便沒有太大突破 只是一直在賣它超帥超二的人設而已 我是挺喜歡這部動畫的啦 不過我覺得要先把它定位先搞好 這是一個耍中二的爽片 如果是對日本文學家稍稍有了解的人 應該會看得更開心 稍稍 Gamma腳本由30個社會化失敗的邊緣人 所組成的有病群像劇 諸如大闪門中二病 還有具有動漫存在的喵心人 各式各樣的神經病應有盡有 什麼都不奇怪 這就是謎家 我先來跟各位聊聊 30個人是什麼樣的概念 大概就是OP要跑10秒的感覺 而30個人究竟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能便當玩呢 嗯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對於一二集我給87分不能再高啦 在人物多劇情走向不明朗的情況下 我完全不知道這部作品在演什麼 我只是看到一群反應過度的瘋子在吵架 有人說這部作品的人設很優 我倒覺得普通 只是多而且雜亂而已 而第三集總算是有些脈絡了 通常這類作品 作者會編造一個看似真摯動人的故事 企圖說服觀眾 這孩子不壞呀 只是有病而已呀 我覺得這應該是這樣的動畫 直到第四集我才知道 原來這是一個 靈異類的故事啊 到第五話劇情急轉之下 曲折了一起可看性瞬間暴漲 但對於如此龐大的角色陣容 我實在不能把握這部作品的品質會是如何 我只能肯定的是 這絕對不是看了會讓你心情好的作品 特別是司機大叔那一段我看的是特別心寒 崭新的萌點 性感的嘴唇與下巴 以及夏洛特的Ymodo 這就是P.A.Work15週年紀念動畫 Clarmono 黑色殘骸 身為一個非機甲迷的不專業看法 即便武士跟機甲這種衝突的結合的想法相當不錯 但演了三集我還不知道故事在演什麼 與其叫做黑海不如叫做機甲的日常 夏洛特是前面好看後面爆炸 而這不是...不知道要幹什麼 總之已經過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級數 還不知道這部作品在做什麼 雖然戰鬥場面還算不錯 並大量的使用3DCG 但我非常擔心接下來 劇情跟戰鬥比例的拿捏 我們就等著瞧吧 只有我不存在的一世界 在海峽兩岸似乎都有不小的人氣 我當初並不太想看吃部作品 不過歷經的三集真的不錯看 很會掉人胃口 正因為主角是個連要求 當交換條件都不會的廢柴 所以總是萌生一股想讓人一本 一集接著一集看下去的慾望 每一集新增的亮點都還不錯 感覺每一集最後都會死 這部是我本季看唯一有濃厚奇幻色彩的作品 然我也是我覺得這幾部作品中最猛戲的 是繼遊戲人生後 我覺得非常值得一看的 穿越類奇幻青小說改編作品 春季本子王預定 飛翔的魔女棒族男主自肥監督配音最好的屎貓咪 我們先別糾結於這個深幽陣容的分配 因為我覺得大牌深幽去捧新人是再好不過的事情 沒有心血動畫就沒有未來 所以請多支持B站新人FoingCloud 雖然日常翻也許不該用太高的標準去評價它 但我真的覺得細節上實在是不夠細膩 諸如不會動的背景人物 手臂擺動卻沒跟著擺動的豬頭 還有少得可憐的音效 以上都是我過於刁鑽的要求 但這部動畫確實很可愛很療癒 本季最可愛本季最療癒本季最日常 絕對是這一部飛翔的魔女 下啦啦啦 再下裝逼有何愧感 我這部版本我最刁 狂更狂沒有最狂只有更狂 這就是在下版本 指導過男子高校生的日常 英魂的高中性思 依舊展現了他呢 桌裂的拖片技巧 超級復古的文字 超級狂的日常 想要烏鬧想要裝逼想要看超豪華的深幽陣容 就要看在下版本 接下來是本季浮雲精選前三名 我知道很多人應該吃不下這部動畫 但我還是要推薦這部作品 如果稍稍有在關注 就會知道這部去年在NicoNico播放的 《忍者殺手》 而今年播放的《忍者殺手》SE 則是去年網路先行版的TV特別版 這部由天原突破 包括護監督宇田哲與QLQ的金石揚之 聯手打造的《忍者殺手》 絕對是本季風格最強烈的作品 它融合了美式畫風與日系畫風 風格之強烈也絕對是可與新仿相比的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應該吃不下這種實驗性作品 但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的風格 所以請各位先看過兩集之後 再評論它好不好看吧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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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者殺手》角色原案的作品 無論是作畫風格或劇情題材都深得我信 雖然這部動畫的人氣似乎不太高 但我非常喜歡它的題材跟美術風格 儘管這部作品有很多角色 都看得到其他作品角色的影子 但這不影響它整體的品質 所謂的羈絆戰隊是一種感覺共有的概念 只要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 那就能促進世界和平 這就是目前看來它所要表達的 其實是一個很深的概念 我非常看好這部動畫 它的概念很深但很有趣 我總覺得這樣的題材相當的難掌握 但我很喜歡這樣就夠了 有一部動畫 有些人是衝著他的人物設計而看 有些人是衝著他的作曲家 歌手而來 也有人是衝著 晉級的巨人的製作團隊而看 終於來到福音精選第一名 我們都是卡巴內裡 這是一部就算撇開劇情也值得一看的作品 綜化品質可說是堪比劇場版 看得爽度滿點 人物設計請來了老牌畫師美術本經驗 讀出一格又充滿美感 與其說是老 不如說是能夠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希望這部作品能夠帶起一股美術本熱潮 設定也相當周全 而且相當的有創意 比如說這個火車上人人都有一袋的鐵路便當袋 簡稱光榮袋 有些要遏止突變當這種惡劣的行為 另外配音的表現也相當的有水準 更別說他狡詐天的音樂 Egoist Eimer 哲也紅之說出成的黃金鐵三角 就目前看來 平均水準最高的就是這部作品 雖然故事可能會爆炸 但衝著他整體表現出的品質 音樂 作畫 還有他是原創動畫 我一定會把他追完 感謝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節目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浮雲 喜歡我的作品請務必支持 今後也會繼續努力的 我是浮雲 我們下次見